寄人一下是什么 小时候帮忙外出打工 我记得她就忙了 表姐上学穿什么呀 你干嘛 这是垃圾 我都给你扔了 明天上学 穿起表面的旧衣服 表姐你别生气 没事 我先去行李 我卸妆都 你是不是也跟我扔了 对啊 你那些东西 我早就成生了 表姐你用我这个吧 东西你自己用 别随便往外借 什么你都我的 表姐又不是外人 我说不行 你听不懂吗 要是再这样 下次就不给你买了 够了 那是唐佑和走就行了 谁让你走了 你得留下来给我干活 别躲气耽误自己的前途 再有半年就高考了 我们以前说好的 一起去北方上大学 我送日秀 表姐我考上了 你呢 我啊 别考上了 不是说好了 一起办考北方大学的吗 你怎么办了本地的 我们要是都去外地了 谁照顾周 再说 我查错了 你的梦想最好的专业就在北方 我的话 留下来也没关系 你这是因为我妈在留下来的 她对你那么差 你不是应该离她越远越好吗 我早就知道了 这么多年 她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这个衣服 适合十八九四的女生穿吗 你是给女儿买的吗 这个款式啊 女生都喜欢 给我外甥女买的 她可漂亮了 就是她老喜欢穿些不良少女的衣服 被我全扔了 我要给她全买新的 你放心吧 小人的孩子 心思敏感 放假的时候 我就让她干家务活 让她觉得 她现在自己的生活 是靠自己劳动换来的 不麻烦 再过几个月 两个孩子就要上大学去了 哎呦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小刘 你上次帮我买的那个 雪凌飞洁面 再给我买一个吧 我外甥女 那一堆三无产品 都被我扔了 给她买个好的 她本来父母就不在身边 我不想让她觉得 别人有的 她没有 再说了 本地的生理大学也挺好的呀 我妈一直不在我身边 我妈就像我妈 谢谢 好啊妈 原来你这么偏心 偷偷给表姐买新衣服新型 还瞒着我 哎呦 这些人吃醋了 舅妈就是最爱我 你们两个都是妈的好女孩 你 说 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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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